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离开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从未带来的春天 时候次会有人带给我 你说的这些 可都是真心话 请叶公子自重 我如今已不再是你娘子 我是拿合理数的 木儿 你总算回来了 闹腾了这么多天 如果不是外人还不知晓 祖母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们说好一起寻找真相 那那你就放弃了吗 过去的真相 和如今的自由 我都在乎 我都在乎 总之 永远不会再是你的娘子 我都在乎 您和邵遥熬了几夜 可算把郡主娘娘的香炙出来了 孟儿 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好烫 我去邢大夫 不要走 不要走 我走 好 不走 您答应过 要一起面对白家 您现在因为白安远怀孕 就要放弃了吗 这不是放弃 眼下齐香阁还需要白家的银子 再说 我们叶家的孩子 是无辜的 可我从未对他有过半点真切 他白安远的孩子 可未必是我叶家的 你也不是我叶家的 祖母 你说什么 你爹和你娘 正如你和白安远 你也不是我成儿的孩子 原来祖母一直在骗我 跟我说我是叶家唯一的血脉 怪不得当日得知孟儿的身世之后 如此的激动 原来我才是外人 行 我走 不怕 孟儿 你们都是齐香阁的老人了 我可以不为难你们 过去的事情 可以一笔勾向 想去想留随你们便 若还想继续留在齐香阁的 收起你们的心思 吃谁家饭做谁家事 不要让我再发现 还有些不规矩 多谢一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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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我劝你还是尽早交出掌家权 从我当时亲口所说 我腹中子嗣 才是齐香阁唯一传人 姐姐还当真不懂香 若真有身孕 又日日用着掺了摄香的花间露薰衣 岂会安然无事